他积极实行变法 让秦国逐渐崛起 最后却惨遭车裂全家被杀 他就是做法自闭的变法者 商鞅 发动两次变法 前后历经十八年 让秦国呢 从落后的小国 成为七雄之首 那么商鞅变法 究竟变了些什么呢 他又为何会落得个 如此凄惨的结局 今天就带大家 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 曾在魏国国相公书挫家中当家臣 喜欢行明法术之学的他呢 受法家礼礼 无企的影响很大 后公书挫并重时 向魏惠王推荐商鞅 表示商鞅年轻有才 是治理国家的好苗子 可以让他接替自己的职位 做国相 紧接着呢 又向魏惠王表示 如果不想用商鞅 那一定要杀了他 不能让他投奔别的国家 对此 魏惠王并没有在意 只是当公书挫是神志不清 开始说胡话了 古公书挫死后呢 魏惠王既没有重用商鞅 也没有杀了他 反倒是商鞅 听说秦小公求贤 于是便收拾东西 去了当时还微不足道的秦国 事实上啊 在摇山之战后 秦穆公就已经懂得 人才的重要性了 于是他四处搜罗人才 并重用克卿 比如生活在西戎的 晋国人游鱼 鱼国大富百里西等 都是秦国的克卿 这些克卿 为后期秦国顺利西进 开辟千里国土 打下了相当大的基础 不过 也因为秦国地处西锤 文化与中原 有着一定的差异 在某些方面呢 也较为落后 秦穆公此时 竟要了一百七十七人尾的殉葬 其中还有三位 是出了名的梁臣 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 让很多人才不愿意接近秦国 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大作为 为了能够让国家有所进步 在商鞅变法之前 秦国呢 也曾进行过一些改革 秦俭公七年 实行了初和制 这一制度不仅承认了 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 还用十五地租 代替了利益地租 秦俭公去世后 秦县公又实行了 只从死制 从此 活人不需要再为死人陪葬 紧接着 秦县公又实行了十五制 让生活在国都和农村的人 都地位平等 所有的人呢 都成为了国家的民 同时 秦县公还继续推行县制 即使是小小的县官 也是归朝廷管理 而不是像晋国一样 由清大夫加成管理 这些制度的存在 都为后期的商鞅变法 打下了稳定的基础 商鞅到达秦国后 是如何得到秦县公重视的 他的底子变法 又是怎么变的呢 商鞅刚到秦国时 根本没有机会见到秦县公 所以 他只好投到秦县公的亲信 警监门下 在警监的引荐下 才见到了秦县公 但秦县公对商鞅这个人 根本不感兴趣 更不要说重用他了 他本想用帝业和王爷 去说动秦县公 不曾想 一次又一次地碰了笔 故当商鞅第三次 见到秦县公时 他一改前两次的说法 选择和秦县公 聊起了霸业 这一次呢 正中秦县公的点 此后 两人一连交谈了很多天 在秦县公的任用下 商鞅开始了第一次变法 这次变法呢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颁布法律 并制定了连作法 商鞅并不是空着手去的秦国 他还带着李亏的法经 将法改为律 并在其中增加了连作法 连作法具体是怎么实行的 这还得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十五制说起 在十五制中 十户人家为十 五户人家为五 而商鞅呢 在十五制的基础上 增加了相互监督的连作制 意思就是 在五制中 如果有一户犯了罪 那么其他四户就应该揭发 否则便与那一家同罪 为了能够让大家 严加遵守这一制度 商鞅还规定 不揭发者要被腰斩 而揭发的人呢 则会得到 同斩敌首级战功一样的赏赐 二是奖励军功 颁布了按照军功受伤的 二十等决志 目的就是 为了让秦军作战的时候 能够更勇猛一些 此制度规定 在战场上 斩得敌人假是首级一刻的 便赏给爵位一级 且爵位的升级 与所斩首级的数目相称 若是爵位高的人 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还可以用爵位来相敌 那些本身就出身贵族的 若是没有立过战功 则不能享受爵位 更不能享受特权 这对那些世袭爵位的贵族来说 无疑是天大的打击 这也使得一些贵族 对商鞅的意见很大 最后一点便是 重农以商 由于当时的秦国地广人稀 荒地较多 所以 商鞅便将重点 放在了发展农业上 为了能够做到更好的重农 商鞅除了制定相关的 奖励措施以外 还规定 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级以上的成年男性 那么就必须要分家各立户头 这使得很多男子 在成年以后就成为了一家之主 不敢再游手好闲地靠父母 除此以外 商鞅还向地少人多的三进 招人来倾国啃荒 不仅给这些人住处和土地 而且还免去了他们的十年内赋税 表面上看去呢 这一举动似乎是亏了 但是 从长久发展来看 这一举动让秦国的人口倍增 粮食和兵源问题 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这次变法以后 秦国的国力大增 吃到天头的秦孝公 提了商鞅的官 并支持他再次进行变法 由于第一次变法触及了贵族的利益 商鞅并未得以大展圈角 那么第二次变法 他会给秦孝公带来什么惊喜呢 相比第一次变法 第二次变法的内容就多了些 而这回主要体现在六方面 一是废除了原本的景天制 商鞅将原本宽一步 长一百步为一亩的制度废除 改成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二是继续推行县制 县一级的官员 全部直接听命于朝廷 使得地方上的行政权 以及兵权 全部集中于朝廷 三是统一了度量衡 颁发了一生的标准量器 这一制度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方便征收税赋 以及给官吏发放俸禄 而这一制度实行以后 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四是颁布了初为赋 从此按护征收盯口均赋 这一制度呢 主要是为了限制有时之民 同时 方知权贵之家圈养时刻 出现造反这种情况 五是 割除落后风俗 在前面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因为秦国的地理位置较偏 所以在某些方面是比较落后的 甚至还保留了原始部落的习俗 比如 全家老小不分男女的 居住在一间房子里 商鞅将这些落后的习俗 全部割掉 让秦国逐渐追上了中原的步伐 最后 便是焚烧儒家经典 并且禁止游说之事 商鞅喜欢行明法术之学 他的信仰为法家 而非儒家 他认为 儒家的思想过于老套 于是便选择 焚烧儒家经典 目的呢 也很简单 就是想全国人民的思想能够一致 从而更加团结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 商鞅风风火火的进行了长达18年的变法 可以说 是将变法进行的非常彻底 在这18年中 秦国的国力也大有提升 从原本并不起眼的小国 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 只可惜 秦孝公去世后 商鞅失去了靠山 变法戛然而止 再加上 他第一次变法时 得罪了不少旧的贵族 故在秦孝公死后 那些贵族终于找到了报复商鞅的机会 诬陷商鞅谋反 商鞅知道 此时秦国的制度来看 自己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于是 他选择了逃跑 不曾想 逃跑不成反被杀 尸体还被运至咸阳 进行了车列之行 其家人也因此被杀 这样编绎晨谷达达达达达达上